大家好,我是Stan 上个月8号,SM娱乐宣布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推出逊尼歌手Nibis 在第四季推出新人女团 也就是说,SM娱乐继2020年推出的女团ESPA后 时隔4年再次推出新人女团 但除此之外,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新人女团的消息 然后在6月11号,有位网友在论坛发布了标题为 哇,听说SM新人女团成员是12人的天文和12个人的背景照并留言 SM娱乐亲自上传了这张照片 这组新人女团将在今年内出道 听说,哪儿你给这个天文点了赞 看来她确实进入了SM并即将出道 虽然不是官方的消息 但SM新人女团这个关键词 马上就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不是打算做像从小系点那样呢? 最近成员太多的团体似乎不太受欢迎 像从小系点那样成员多,却每个成员都很优秀的情况 现在几乎是不可能了 怎么能有主唱是 现在重新看也觉得很惊人 嗯,不会是12个人吧 而且感觉不会在今年内出道 大型公司通常会慢慢释放一些消息 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新人出道 听说这5个成员是下一组女团成员 其余的可能是下下组出道的成员 感觉ESPA刚出道没多久 但实际上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继Yujin,Yuna,Krista,Aidin和Karina之后的新一代女神会是谁 真的让人很期待 按照SM的习惯 应该会一直拖一直拖 然后淘汰很多成员后才会发表新人女团 所以对于SM新人女团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机 真的历代机 看了都不敢相信的错觉现象 这左右皮肤色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的反应都是 所以就有网友们亲自实验了 连在一起看是同一个颜色 单单都点出来却看起来不同 真是太神奇了 我用画图工具把它切开再拼接 结果真的是一样的颜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Potoshop检查了一下 结果真的是一样的颜色 看了都无法相信 错觉途中排行第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一切不一定就是事实 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要被表象迷惑 努力追求真正的梦想 最终你会达到心中的目标的 这就算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吃饭的时候 是像Seventy的头颜名语护写 还是像我弄穹汉的 被订阅的头颜色 这就算了 也是最终你太终你是没想到 自己的正缓 是假设计的 用户刑的 照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